为了让秀林村到拉斯文件站长辈们可以体验到大自然带来的香草芬发 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安排了香草研计课程 邀请讲师教大家认识香草的相关知识 同时还制作精美的创意手工艺品 让大家沉浸在香草的世界里 花莲仙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大拉斯文件站的长者们能够认识香草的相关知识 并且安排研习课程 邀请香草达人为长者们分享如何在生活上运用来自大自然的奥妙 介绍香草精油的特性 尤其一起期间运用香草的属性 让大家能够沉浸在香草的世界里 我们文件站开了一个课 就是香草的一个课程 我们学会经过我们的总干事 包括我们的文件站的负责人来规划之后 我们就请了专业又有知识的老师来讲我们 这个香草的课程 给我们长者一个好的学习空间 让他们能够有荒香的自然的植物 来给他们在身上发挥很好很健康的荒香 这都是我们也是自己所找出来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互相的到文件站里面 不要说寂寞跟无聊 而且让他们的身心能够健康和活泼 很平安的在这里互相的互动 学习村的周杉德表示 向上的课程除了相关知识之外 讲师还搭配制作唱草DIY活动 长者们依照讲师的做明以及步骤 一起来体验 大家动动脑动动手 身体力行 让长者们来到文件站活动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记得讲理 全言无聊